大家好 又回到盒子思 我是盒子巴仁 今集最主要說的話題只有一個 就是講廣告的公司 坊間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公司存在 亦是幫助4A的公司 或者是幫助一些非常大的上市公司做廣告 也好 非常大的傳媒做廣告 甚至傳媒 他們可能都會找回公司做廣告 所以最近有個朋友問我 Brian 是否可以自己在Google或Facebook下廣告 在一個初創或初階段嘗試 在Facebook做生意的人 又或者是剛剛做了一個網站出來 想自己推廣的時候 我絕對贊成可以自己嘗試下廣告 因為你做老闆 又或者站在職位 你自己本身都要學懂 某些屏幕東西 又或者最基本的東西都要掌握得到 起碼你要知道在哪裡 給你一個信用卡 支付 究竟你是用哪一個支付方法 又或者是你對廣告的投放 是怎樣付錢 計算錢 你這些基本上學你是需要的 否則將來你的公司大了之後 你對著那些公司 你是沒辦法跟他們對接 他們說話的時候你也不明白 在溝通上就會有一個嚴重的分歧出現 所以在開始的時候 我是非常非常建議大家 自己去學習做生意 怎樣下廣告 而你說再簡單一點的方法 在哪裡可以嘗試到下廣告呢 就是在你Facebook 基本上你開了一個專頁 然後你放一張照片上去 你就已經可以進行這個推廣了 這個就是基本上最簡單 最直接的一個入門階段 然後為什麼我們要從這一步入手呢 其實每一個平台下廣告 都會有不同的技巧 包括Facebook也好 甚至IG 他們明明是同一間公司 但是因為他們本身的Facebook 和IG的玩法都不一樣 變成他們下廣告時會有差別 有時候你專注針對某些產品 或者某些帖子 放在Facebook 效果是會強於IG 有時候有些帖子 你看到照片特別漂亮 或者你組了很多不同的版面 漂亮的版面出來 你放在IG上去做推廣 也會有原來是比Facebook強的 這裡你要慢慢去自己轉研 當你轉研好了之後 你就會有多一門技巧 使用技巧去下廣告 其實為什麼要去知道 學會或者玩熟呢 就是幫你減低你公司的支出成本 你將來請一些設計師回來 或者你請一些市場的人回來 起碼要知道如何下放你的指令 讓他們知道 究竟我們會怎樣玩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 這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去到Google Google其實有包括了幾個平台 當然我們最主要就是 關鍵字的搜尋 又或者是網站的推廣 亦是說YouTube的廣告 又會可能牽涉到YouTube的廣告片 這裡只說到有幾個 全部都可以用不同的制式去錄廣告 如果你不認識的話 其實也很難跟其他社交媒體去談 你會不停聽到 你都會認識這些東西 為什麼Brian你還要提醒 以後跟社交媒體去談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當你的業務進升到某個階段 老闆負責任 如果你只做了一些推廣 或者只做了一些廣告推廣的東西 你要知道出一個帖子 可能要花你15分鐘至30分鐘去贊文 接著之後 那張圖呢 那張圖在哪裡呢 一開始初創的時候 當然是自己做的 裡面的內文和產品 自描述都要你去生產 可能這裡又要花你15分鐘至半小時 OK 這裡就組了有圖有文 圖文並茂之後 接著你就要花5分鐘至10分鐘的設定 去做一個Facebook和IG的廣告 登出來 這裡其實足足花了你一個小時左右 做一隻廣告 當然是漂亮的廣告 而且是你不熟手的時候 你就可能要用到這個時間 當然你說我其實已經很熟了 5至10分鐘你都可以做到一個出來 但是你又要去教對那些字有沒有錯 因為經常都會出現 有時候有些自己的打漏字 打錯銀碼 這些如果你不去教對 之後錯了 那出錯之後 產生的誤會 產生的一些損失 其實都是你自己背負的 接著之後我們說完一部分 是Facebook和IG的 但是又要說Google和Youtube 究竟怎樣做 好了 這裡又牽涉到你又要打各個帽子 你又要打完關鍵字 檢查一下關鍵字 究竟哪些是related你的產品 或者打什麼關鍵字 你想吃到別人什麼的客戶 這裡也是廣告的一部分 如果你說廣告的一部分 是想推過SEO的 可能是說一些 你每一天或每個星期 起碼要出幾篇 可能是說千五至三千字的 一個文章 然後再推排名 到了這個時候 你想想要花多少時間 去照顧你的廣告 經常聽到有些片說 你不要相信這件事 然後就相信自己 自己錄 你想想 當你大部分的時間 都去了玩廣告那裏 那你有什麼時間去做業務呢 其實很多時間 我們都要抽出來 我之前經常都說 你要去思考 你思考也要時間 你怎樣做業務 或者應對那些CS的客戶 入貨、出貨、貨單、運輸 可能初時就一手一腳做 你去到後期請人回來 其實你都要控制著他做的事 變成了我們越去到比較大的企業 或者你的企業開始上升時 就會請一些市場去做 或者你外判給一些公司去做 當然到了這個時候 你說他不准啊 那你可能還沒選擇得對的公司 坊間我認識的只是市場公司 都真的有很多很專業 在幫助一些大型的上市機構 或者中小企業都會做的 還有記住這件事 公司做得不太可以更換 還有就是更換到好位置 有一種會有幾個是十分強的 這些位置可能你會聽朋友介紹 或者怎樣 去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你想做一些IG的KOL宣傳 其實你很多時候都要靠這類型的公司 去幫你找一些資料回來給你下廣告 其實這一方面的階道你都要去建立 我不是說自己下廣告不行 但是在時間分配那裡 就一定要很著緊 作為一個創業者 作為一個老闆 其實不可能會把所有的時間 跟他玩廣告 當然有廣告就有收入 這個是有一個關聯性很大的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說給了出去三萬元 什麼都不管 廣告收益是低的 即是回來的回報是低的 那為什麼我一開始就叫你自己學習 因為你都要有基礎的認識 你起碼知道對方說什麼 或者你可能會察覺到 有些人的IG都是沒有做的 或者做錯做漏 你可以指出要紐證的位置 在哪裡告訴他 然後再找一個更加理解到 你公司的生意業務的公司 去幫你做廣告 個人認為 全香港那麼多的公司 總有它生存的價值 就不可以一足高打沉一順人 如果你覺得說得OK 你可以like和share給你的朋友知道 如果對日後這方面的資訊 再有興趣的話 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按訂閱 令我少了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跟大家說一聲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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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